当年您和冯小刚互对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在您看来这些浮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人们不尽心尽力 禁止对自己的职业都走浮夸的路 都炒作 为什么您那么在乎中国农村的教育 中国农村的改建呢 我在农村带我深有体会 就是要想办法我们脑子得在这儿改变我们的农村状态 老百姓要不拥护你这个政府才挂 大家好 这里是观点 我是唐启威 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 还是中国大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孙海英先生 心直口快的孙海英被网民称为是孙大炮 他不但因为争扁实弊 被《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点名批评 也因为公开反对同性恋备受争议 而谈到中国影视界的浮夸之风 孙海英更是和导演冯小刚隔空户怼 孙海英老师告诉我 即便是在中国大陆艺术界最辉煌的年代 像《金鸡梅花》这样的重要奖项 也是充满了不为人知的黑箱操作 你知这个国家的这个奖有什么大问题吗 国家的奖中国两个奖 一个金鸡奖一个 一个那个梅花奖都得过梅花奖 那么当初得奖的时候 他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你第一部戏 八九年第一部戏舞台戏 就是主演第一部戏 人家说你这第一部戏就就抱上来了 就就得得呀 哦 还有这话题啊 好了就应该得 为什么还说 哎呀他第一部戏 评委集体讨论 这几个评委集体讨论 四个评委举手说 如果他不得 我们退出 这四个人最优秀的中国戏剧家 至今忘不了他 九零年吧 微博这个戏啊 退出了 为什么呢 后边有人买通了 那就出现这种贿赂了 那个时候就就开始下边苟且了 开放到最优秀的时候 开始有下边卑鄙的这样的结构了 后来十年以后拍不下去 实在看你已经打不动我了 还是给了我 我经历了戏剧一个 电影一个 你说评委到后来变成这样了 中国的评审集 第一讲评审集 什么梅花奖 评讲机构 那是最优秀 最好的时候 七九八九 戏剧最高潮的时候 结果后来发现出现这事 后来我拿什么奖 我也没在意 在意过吗 也给我给我 不给拉脑 我有奖 我都不在乎 现在有没有什么题材 让您有创作的冲动呢 如果以后有机会再拍戏 您最希望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什么人物都行 一句话不说的 上去把所有观众都给引过来的 我知道您非常关心中国的年轻一代 您希望在哪些方面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尤其是喜欢电影的人 表演艺术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告诫 你不要夸张的说 你的人物是什么主演或者配角 一定要想好 我刚才说这个意思 你给我个配角 一句话不说 我上去照样 别人没法跟我演 演不过我 因为我把人物诠释非常好 你就要镜头数对一下 观众会记住 一样会起了不转 这就是演员 要把自己做好 充分的准备 什么角色配角你都要 不管多大大小 不归你 你要把它演好 你就成了 这辈子无憾 你要真实真诚的对待你的事业 努力 比别人再努力 很多人是从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始认识您的 当时怎么会接这部戏的呢 我跟张静忠好几部戏的 那第一个瘸着腿受伤了 所以让我上演一个什么戏 我当时去看见了 因为我那时候戏 别看我没名 我不在乎名 我跟你说个故事吧 真实的 不是故事 我那时候没有名的 没名演了一部戏 跟你说吧 叫金歌填马 明月初天山 演好了以后 记者了第一次记者会 李乾坤导演 小伙第一次 抓我八九年 就抓住我了 说就你演 别人不能演 因为前史是我演的电影 双极阵刀客 看了以后 我后面的作品非常多 就是因为那个电影 以后很多人来找 那么这个 你必须人物队呀 你排队没用15个剧本给我 我就要一个 我就看上这个 其他不看 看完以后呢 记者会来采访 我主演呢 来了采访我 他说哎呀 那谁谁谁 你这个第一次你演 你以前演过 我什么我以前演过 我以前演过 我说非得告诉你啊 你看过什么 爱看不看 就说你以后 有什么想法啊 记者问我 就说这人聚啊 你跟我说有什么想法啊 我说我告诉你 我想出 你出 不想出 我就不出 你信吗 原话 然后你还瞧不起我 你去追那个 当时有 演毛泽东的古乐吗 明星啊 追他吗 我主演 但是你不追我 我也不在乎 清廉报记者 当时跟我关系 后来关系可好了 就因为这个 他听完我说话 所有的都傻了 那么多记者 傻这个人怎么 他说他想出名 就出名啊 我说出名算个啥呀 你干好了 必然出名 那算啥呀 重要的是 你对这行业负责任 你的作品要负责任 所以还是回答那个话题 我做的是 我喜欢的事 我演员必须做的事 把这人完整好 你们怎么忽悠 怎么筛 跟我有关系吗 台词都不背 你上去以后 胡说八道 张嘴嘎不嘴 你跟我来啊 根本对不上话 你们装什么装 演什么 就那个德行 2000年拍摄完成的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 拍摄时间历时四个月 拍摄地点跨越了四个省份 12年的军旅生涯 让孙海英眼活了 时光荣这个角色 而对于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是精以求精 绝不马虎 说细节 我跟那个后来编剧 后来他们编的那些戏演的军人 那些个主管 我们俩在那个宣传会上 过去我还能说话的时候 我们俩正面 我跟他说 当然是总政主管 我说你 你这不是糟蹋我们军人吗 这个一段历史 就是一段历史 这个历史以前 军人的形态不这样 后来才改了吧 我可以问你 当官的总政那些领导 你看你电视剧的军人 是军人吗 中国的军队 1924年 是黄埔军校毕业 要求严格的军律和行为的 你学过吗 晃晃当当 场袖露怀 跟个什么似的 流浪汉似的 那个细节里边 走路不样 这国民党军队 后来我们跟他一个细节 在表演里边 我在舞台上用过 但是演国军可以用 但是我们军队 后来就是一个 转向不动 向后转 这在表演上 你如果不掌握住的话 不行 所以演员很 很累就是这一点 做演员 见过不跟人谈 求金的事的吗 演员 成名以后 爱给我多少 给我多少 接过吗 我就是 人物第一 这人物我喜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成名的时候 那戏接多少 这都值多少 后面排了队积 让你上 我都无上 剧本得好 人物得好 我们来谈谈 您主演的电影 一个人的课堂 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您参与了 这个非常小众 而且是小制作的 这样一个电影 这个剧本 我可以一个人的课堂 可以实话实说地告诉你 他是非常担心 中国的农村教育的问题 走到现在农村 基层的教育 是不是这样现状 就是一个人课堂的状态 他还比较客气 就这样 我在农村待过 我还不知道农村什么样 农民没了 就是老头老太 来这种地 行吗农民 为什么不弄脑子改变呢 怎么改变 你有方法吗 我有 我这几年 六年 什么都没干 研究这个 一个人课堂以后 开始研究农村 重新改造的 整个深入改造的 全部的东西 从建筑 学校 首先是建筑 你居住环境 我全部在研究这个 世界的 不是中国 中国差得远了 一百倍 但是我们只要认真 往这一做 好了 所以中国的一些人 糊涂淡的 什么都不懂 评价别人 为什么您那么在乎 中国农村的教育 中国农村的改建呢 我在农村待过 深有体会 待过三年了 我在西藏的农村待过 我在新疆的农村去过 我在中印边境的农村 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中国尼泊尔边境 我也去过 中国布团边境 我也去过 那个泰国我也去过 所有亚洲的这些 我们边境的国家 我去为什么 朝鲜边境也去过 好坏我分不出来 为什么 就是要想办法 我们脑子得在这儿 改变我们的农村状态 老百姓要不拥护你 这个政府才挂 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十岁就信主了 谢谢 从小信仰基督教的 著名演员吕丽丽萍 不但成了孙寒英 后半生的人生伴侣 更是她信仰的开悟者 虔诚的基督教信仰 让在第一段婚姻中 经历过丧子之痛的孙寒英 重新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您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呢 从这个曾经的军人 无神论者到信教 您是如何完成 这个转变的呢 那个转变是因为 每个人呢 只要去思考 因为受苦受得多 苦难经历太多 一个人 没经历过苦难的人 没有办法 你跟他对话没有用 苦难经历越多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在 我说有些苦难 不能够说太深了 因为他 就是人已经走到进程 绝望了 我一生我没有意义 事业呢 走到那个时候 我已经拿了演员的奖励 我是 那个时候已经全部都拿掉 拿了 他这个传播呀 一定是他在 我们我不信的时候 给我递了这个信号 你受了这么多苦难 你就得问 我就问了 我说那为什么 让我受这么多苦难 为什么让我这样 怎么经历这个环境 你觉得 然后有一句话 神的意思 你觉得我造这个环境 好吗 我去了无数的地方 就会证明 好 因为我在西藏待着 新疆去过 所有世界最美的地方 我基本都去过 看完我说 太好了 又是人不好 那为什么要人不好呢 不好才要你转变呢 转身 信仰是让你认识自己的问题 转换以后不要再出问题了 有什么不好呢 我知道您是一个 非常心直苟快的人 因为之前 您有在网上公开称 这个同性恋是犯罪的言论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那您觉得 作为公众人物 在一些争议性的言论上 是不是应该比较慎重呢 不是这个事 这个事呢 世界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是按圣经原则说的 圣经不可以这样 是这样的要求 是圣经要求 圣经定的不能够这个同性啊 因为同性没有后代嘛 这不是原则 有什么样 那你不愿意有后代 你按圣经来 人不让你做 你非得做 那你就按你做 对吧 不少喜欢您的观众 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 您会怎么看待他们的感觉呢 他有一个问题啊 你不信的 我没有排斥任何人 这个都是自由 不能强迫 信仰自由 还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 我们现在过的日子是杨历 对吧 你不是问到这个问题 杨历是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过杨历啊 你怎么不改啊 杨历是耶稣基督的诞生日 即开始 按他的日子 上帝创造人类 创造世界 用了六天 第七天为休息 礼拜日嘛 圣经原则 所以有七嘛 你不信可以啊 没人说这个自由啊 可是你得承认事实啊 我到了圣经 看到了圣经 实际上立位人 就是我们演员的前创始 读圣经的时候 表达圣经人物的时候 就是开始 人们为什么没问 舞台为什么跟剧场 为什么跟教会一样啊 教会为什么跟剧场一样啊 你教会 你剧场来历 就是从哪来的呀 当年您和冯小刚互对 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您炮轰中国电影界 太商业化 太浮躁 在您看来 这些浮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就是人们不尽心尽力 尽职 对自己的职业 都走浮夸的路 都炒作 大量炒作 因为经理我前面说过了 你前面我说我出名 出名了以后 我有过什么夸张的事 没有啊 我希望大家别那样 就做作品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 努力用心在作品上 把它做得最好 说到这个浮躁啊 商业化 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们会说 其实美国好莱坞 有很多电影 也非常的商业化 没有那事 那你愿意 美国好电影 你咋不看 好的电影你看啊 那个赵婷拍的戏 人家那么年轻 拍的那么好的戏 你为什么不看 不让看 有什么不让看的 那写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说这么年轻 他做了一个 这样读到的一部影片 非常值得承讨 还有一个问题 被封掉很正常啊 文革不是什么 也不让发了 不就样本戏吗 那现在不是 所有都封掉 我还被封了六年了 怕啥呀 不就是怕上去以后 你再说别的吗 那你害怕什么呀 那害怕我也没办法 我也不会说 你为什么害怕 人家就不让你了 怎么了 不让我也觉得 没什么 对我有影响吗 都说对我有影响 我六年没演影视 有影响吗 一点影响都没有 我每天快乐心 我每天高兴急 该干什么干什么 心吗 所以这个不是一块事 因为职业上的问题 我不在乎你疯不疯 我没成名之前 我一样 我该做的都做完了 孙海英老师告诉我 沉默这么多年 这次他决定再度公开发声 是因为最近他正在着手撰写回忆录 孙海英希望自己的人生经验 可以给年轻人一些启发 也希望纪念那些为艺术奉献了一生的父辈们 尤其是他去年9月离世的老母亲 为了感谢喜欢他的观众朋友 孙海英老师 孙海英老师还特别要在这儿给大家献唱一首蒙古族的祝酒歌 他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幸福喜乐 感谢收看 我是唐祈威 再会 我是唐祈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